儘管生喉嚨 永多生 化多生 煮飯好了 小小一間不超過五坪的廚房 吸引一群忠實老主顧 看似不其言的小店 其實嚐著高價漢堡 火候掌控是最大要點 讓澳洲牛肺力 維持在最佳口感五分熟 以及這個不斷飄散 陣陣香氣的豐潤鴨肝 別以為食材只有這個樣子 最後還得撒上義大利松露 這樣才算大功告成 為了讓口感不過於油膩 特別加入酸甜鳳梨 以及口感清爽的波特菇 這一份漢堡要價千元起跳 這麼大的一個漢堡高達15公分 該怎麼下手還真讓人難以抉擇 後來發現 其實我們這邊比較常來的客人 會比較希望選擇的是 比較特殊的食材 而不是就是 他們價位比較喜歡的食材 除了高價位頂級漢堡 現在連新級飯店也都推出 能夠自己DIY的小漢堡 直徑只有8公分的漢堡 小巧用迷你 讓你多吃幾個都不是問題 食不見尖和牛 讓民眾能夠限點現場 如果不敢吃牛肉 業者還貼心準備自然豬 後方的自助區總共有7款醬汁 以及無樣生菜料 想吃什麼通通都能自由搭配 很好吃 而且小小的剛剛好 而且我原本要吃很多其他東西 所以也可以吃這個以後 又可以吃其他的東西 左腳版的迷你寶 讓消費者在用餐時 能夠多多品嘗其他餐點 除此之外 也因為看準現代消費者 對自主性的需求增加 特別推出自製漢堡 無論是使用頂級食材 還是自選配料 都讓看似國民美食的漢堡 也能極盡體驗奢華享受 記者謝軍政協委台北報導